斗魄之无上之境 第140集 渐渐地 孝战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神志一阵恍惚 他狠狠地闭了闭眼 猛甩了几下头 紧咬着双唇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不昏迷过去 珍妮的十二精灵战将 急速飞驰中要承受的血盲冲击力 更为恐怖 但十二战将没有任何的退却 他们单手持盾 一步一步逼近咆哮黑尊 眼看已经冲到距离咆哮黑尊 不到三百米 血眼在血域内 威力增幅了不知多少 血盲冲出丝丝血光 密集射击在半人高的绿盾上 每冲击一次 十二精灵战将的盾影就暗淡一分 同时 透体而入的可怕杀机 不断腐蚀着生命惊奇流失 十二精灵战将的藤蔓铠甲 颜色也越来越暗淡 近乎接近于虚幻 看来十二精灵战将 也支撑不到冲到咆哮黑尊的跟前了 孝战难难道 心中疑疹失落 就在孝战的难难声刚落的时刻 咆哮黑尊脸露狂喜的时候 血罩外远处的珍妮喷出一口鲜血 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十二精灵战将的护盾终于支撑不住 在血盲之下爆裂开来 化为点点绿色光点飘散在空中 绿盾一破 十二精灵战将不约儿童弯腰 身形向后倾斜行死弯弓 他们力贯右臂 全身自下而上化为点点绿光 融入战矛之中 然后奋力将手上的战矛抛制出去 战矛发出璀璨之极的光芒 瞬间穿破了空间 化全身精力只为一击 这一击必定惊天动地有灭世之危 而且只有不到三百米的距离 这一击注定将会在众人与咆哮黑尊的战斗中 做出一个了断 鹿死水手在这一击中剑分晓 很快准 时机把握之妙 任谁都想不到 包括咆哮黑尊在内 咆哮黑尊的脸色当即就黑了下来 孝战却是眼前一亮 神志恍惚的他又猛地清醒了过来 注视着战况的进展 凝聚了珍妮的全部力量 短短的距离内 根本无法让人有任何的反应 十二柄战矛瞬息而至速度惊人 使整片血域瞬间寂静了下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一片落叶卷起 突然就那么突兀地 在离地三尺处停住了 血盲第一次 慢地让孝战对其整个轨迹 看得清清楚楚 整片空间似乎连时间 都有了那么一刹那的停顿 好强的斗计啊 好恐怖的速度 当速度达到极致 就可以穿越时间 原来真的不假 孝战震惊得无语伦比 嘴巴半赏都喝不了 讨小黑尊身在血域 具有极其可怕的压迫感 血眼周围缭绕着很多黑物 庞大的躯体若隐若现 看起来格外的争密 但是这些都阻止不了 滑空而来的战矛 没有任何的意外 战矛瞬间穿破了黑物 戳进刨小黑尊 巨大的身躯中 与咆哮黑尊巨大的身躯相比 这些长达两米多的战矛 实在不算什么 但是咆哮黑尊的表情 却无比清晰地告诉孝战 这些战矛的威力 远比高达万丈的孝天虎 更为厉害 战矛几乎莫根而尽 咆哮黑尊痛得连连咆哮 全身黑物翻滚 青筋裸露 惨叫声撕裂了长空 战矛入体爆发出 无比璀璨的绿芒 咆哮黑尊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轮 转轮浑弱天成 上面刻满了痕迹 充满了远古的古谱 和历史的沧桑 生命的气息在迷蒙间 穿流不息 宛如有生命一样的波动 这正是咆哮黑尊的 生命之轮 生命之轮每一个人都具有 人生的轨迹每一年都要在生命之轮上留下一道痕迹 直到生命之轮布满伤痕 彻底崩毁 那时便是一个人受援流尽 归于死亡的时刻 十二战矛 竟然刻意将咆哮黑尊的生命之轮逼了出来 这简直不可思议 而且这生命之轮上 恶然有着十二道新的刻痕 深达数寸 游带着绿意 正肆意蔓延 十二战矛 在慢慢消散 十二道刻痕 在继续蔓延 以极快的速度变成了裂痕 裂痕纵横交错 慢慢延伸至整个生命之轮 远远看去 生命之轮 正以十二道刻痕为中心点开始崩裂 随着裂痕的延伸 咆哮黑尊的容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起来 富有弹性的皮肤 很快就像常年累月 行走在沙漠中的旅人一般 干苦而生涩 仿如岁月的无情抽走了生机 勾楼的背 双白的鬓发 盘山笨拙的脚步 咆哮黑尊样貌的极确 变化把孝战震撼得完全不能自已 咆哮黑尊做梦也没想到 十二战矛有如此惊人的威力 惊诧之余 生机已然快速流逝 第一次如此近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来历 他又惊又聚 双手在虚空中一拉 一轮血色的太阳横空出世 像是血色的烈焰 在熊熊燃烧 将丝丝绿意从生命之轮中抽出 抽出了一些绿意 咆哮黑尊的脸色红润了一些 他不禁大喜 争分夺秒 加大抽取绿意的速度 时间的竞速残酷无情 能否在生命之轮崩裂之前摧毁绿意 关系到咆哮黑尊的生死存亡 咆哮黑尊的分心给孝战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机会 孝战喘了一口气 凝聚全身斗气 正欲对咆哮黑尊发出全力一击 突然一点绿意飘至孝战身前 幻化成一行字 然后飘散于空 了无痕迹 诶 尽全力在生命之轮前撕裂空间 绿色幻化出的 正是如上一行字 孝战虽不明了这是何意 但他对真妮深信不疑 拖着残破的身躯 孝战凝聚残余的力量如闪电一般 冲到了咆哮黑尊跟前 他半空跃起双拳击出 拳如奔雷轰出了一网无前的气势 调集了血眼所有的力量去对抗绿意 咆哮黑尊分身乏力 无奈之下 他只能分拳出击 单拳直轰过去 事关生命安危 咆哮黑尊自然拼命 拳风凶猛如狮 在血液未破之前 威力依然不可小觑 但咆哮黑尊万万没有想到 孝战双拳来临 与自己单拳即将相撞之时 突然变拳为抓 向两边一撕 咆哮黑尊面前的空间 立刻被撕破了一丝缝隙 黑色的空间乱流呼啸不已 身处血液 空间阻力大的惊人 孝战费尽全身力气 也不过撕裂了一丝裂缝而已 而对咆哮黑尊怒笑而来的重拳 孝战已然无法闪避 但是完成了珍妮交代的任务 孝战已经满足 他含笑迎上咆哮黑尊的拳击 孝战此时唯一能做的 只是斗气画甲 勉强护入身躯 他被咆哮黑尊的单拳重击 空飞老远 口中鲜血狂飙中 成一道抛物线 撞上血罩 再反弹回来 重重坠落在地面上 孝战的异常举动 让咆哮黑尊很是不紧 看着被孝战撕裂开的那丝 狠不起眼的裂缝 他的心中莫名其妙 生腾起强烈的不安 虽然那小小的一丝裂缝 根本不足以打破他的领域 但说不清楚为什么 他总觉得那丝裂缝 深藏着让其心计的感觉 就在咆哮黑尊隐约 觉得不妙的时候 裂缝中闪出一道绿芒 在绿芒面前 被撕开了一丝裂缝的空间 顿时脆弱的就像一张纸一样 毫无悬念的绿芒破空而出 在半空闪烁着 令人心寒的光芒 咆哮黑尊定睛一看 顿时下的魂飞魄散 这绿芒赫然正是珍妮的 长青梦幻 绿芒在空中仅此一顿 便骤然加速如闪电划过 绕过咆哮黑尊的重拳拦截 穿过层层黑雾的阻拦 切进了巨大的血沿当中 珍妮以绿芸为引 笑战为辅 绿芒滑破虚空 巧妙地在血域内发出了一剂杀招 这剂杀招 判决了咆哮黑尊的命运 决定了这场战斗的胜负 血沿被破 血如泉涌 咆哮黑尊受死重创 捂着额头满地翻滚 惨叫声响彻天语 施展两大斗气 消耗斗气与生命元气 威力越大 所要承受的代价就越大 咆哮黑尊如今血沿被破 斗气反噬 源源不断的血色 不断腐蚀着他身躯的每一个部位 全身体无完肤 流淌着恶心的浓水 剧痛让咆哮黑尊 已经无力抵御生命之轮的绿意 失去了咆哮黑尊的抵御 绿意毫无阻拦地延长了起来 生命之轮悬挂高空 却黯淡无光布满了 蜘蛛网一般的裂缝 如风石的岩石 已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咆哮黑尊 也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 变得已经血肉干瘪 如干枯的木柴 仅仅一层老皮包着骨头 猙獰可怕 血炎被迫 咆哮黑尊的生命元气 大量流失 血液已经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只不大一会儿 便如泡沫一样 在硝烟众人的攻击下 灰飞烟灭 救援孝战 用尽全力攻击尸轮 那是咆哮黑尊的生命之轮 血液一破 珍妮忙出言提醒 刚已说完 口中喷出一大口鲜血 利用魂天丹的奇效 珍妮才发挥出此斗技的威力 终于赶在魂天丹的虚弱期到来之际 发出那决定胜负的一招 同时全身的斗气 也透之殆尽 眼见胜利即将到来 他再也支持不住了 文言众人没有丝毫耽搁 当即直扑生命之轮而去 全力出手 星光撕裂了长空 烈火在熊熊燃烧 暴风在无情肆虐 毒气在弥天挥洒 闪电摧毁了咆哮黑尊 最后一丝的奢望 咆哮黑尊勉强支撑起 摇摇欲坠的身躯 眼神绝望又不甘 活像是输光了的赌徒 强者有强者的尊严 就算死 咆哮黑尊也不愿意 倒在蝼蚁的手中 可是咆哮黑尊很快就悲哀地发现 生命之轮的崩裂 把自己自爆的权力 都无情地剥夺了 咔嚓一声 生命之轮碎裂成满天碎片 归于虚空 随着生命之轮最后一块碎片的消失 咆哮黑尊巨大的身躯 无力地倒在大地上 背朝黄土面朝天 手臂向天挥舞了一下 似乎不甘于被几个蝼蚁击败 但随之 手臂也颓然甩下 眼神溃散 断缺了生机 血液喷涌出来的鲜血 染红了大地 流成了小河 整个荒野之上 只有咆哮黑尊 冷冰冰的尸体 萧炎转过头 扫了大家一眼 对众人吩咐道 大家就地恢复一下吧 等魂天丹的虚弱期过去 然后 关注起珍妮来 珍妮并没什么大碍 只是斗气消耗过度 处于魂天丹药力 过后的虚弱期而已 萧炎顿时放下心来 似乎感受到 萧炎关切的目光 珍妮脸上 飘起两朵红云 别有一番风情 她轻轻地憋过头去 有些不好意思 珍妮姐姐 你可真是厉害啊 紫影的眼眸中 满是崇拜的眼神 唉 唉 想不到大小姐 如此巾帼不让须眉啊 唉 唉 孝战四肢摊开 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荒野上 略带新热的空气 觉得格外的新鲜 劫后余生的感觉 宛如海堵在心头上 未挥发出去 唉 大小姐还真是深藏不落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一鸣惊人呐 风暴也无限赞叹 生死一战 无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 说起话来 也就随和了许多 不似以前那样 还多少拘泥于身份 怎么 大家不想看看 真力平丰不丰富吗 珍妮感受着众人 一个个景仰加崇拜的眼神 连忙岔开话题 她可不想炫耀什么 更不想因为斗技和武器 扯上真家的话题 珍妮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收起 那让珍妮浑身 不自在的景仰之色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 飞也似地朝 咆哮黑尊的尸体奔去 咆哮黑尊 贵为六星巅峰魔兽 全身可都是宝贝呀 看到众人如此 珍妮咯咯笑出了声来 哼 你样的 老子不过喘了口气 你就流了那么多血 太浪费了 孝战第一个赶到 他一脸心痛壮 在咆哮黑尊的尸身面前 狂郁闷 消炎紧随而至 站在咆哮黑尊尸体旁边 仔细端详起来 一个劲地叹息